二哥 给十年半年 好嘞 爷爷 新年朋友 小军没来的 是这个东西 三十晚上啊 不是这个东西 二爷到三十呢 三十晚上呢 到晚上 我扣到晚上 不扣到晚上 德云社的新年永远都是小辈最快乐的时期 平常的时候要喊着师爷 师叔 但是到了过年的时候就会迎来绝地反杀 作为岳云鹏的徒弟 上小菊和刘晓婷可谓是真的快要坑封事业孙悦了 而这样的情形可谓是一年一次 在去年的时候还是上小菊 新年快乐 二哥马上来了 晚一点 看看还是师父有经验 告诉徒弟付款马要开着 那么也就证明这一桌一个也跑不掉 而小自卑到了过年的时候 真的可以说是最嚣张的时候 曾经二哥刘晓婷在直播的时候就表示过 过年的时候要是每一家都串一点 那么估计过完年就不用上班了 而上小菊在和师叔门开直播的时候 也是展现了什么叫做线上拜年的要红包的新模式 而除了开启了线上拜年的方式 刘晓婷也是开启了上班拜年 以为过年可以淘调派发红包的张九太和和九华 在演出的时候也没有淘调 看着一脸猛逼的张九太和和九华 就知道两个人是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最终也没有躲过来 但是两个师叔也有着自己的套路 而上小菊和刘晓婷作为小月月的徒弟 怎么可能放过带着徒弟们一起欺负师叔呢 在张赫伦来月月家打麻将的时候 月云鹏也是给徒弟们创造着收红包的机会 带着徒弟一起开启了欺负邮轮的模式 而不知道是不是看着徒弟欺负邮轮很欢乐 在孙月和小四和九龄等人一起来家中做客的时候 也是和两个人一起开始欺负起来了自己的搭档孙月 人家被儿在这摆 咱咋没有吗 咱咋一刻 叫他叔对吧 叔 你别贵 你怎么还贵 你怎么还贵 怎么都贵着路了 不得不说德云社的这群长辈对于小辈是真的好 虽然说月月等人是和孙月开玩笑 但是镜头里面月月女儿的手中可都是实打实的红包啊 那厚厚的一打可都是这群叔叔大爷给的 而要说德云社发红包的大呼 那么一定就是身为师娘的王会了 在主持人问及到了过年的时候 德云社的群是否活跃的时候 孟赫棠用最直观的方式展现出来了师娘的好气 红包一直发 连续发一个多小时 可谓这样的好气也就只有师娘王会彩蛋的出来了 而在早期的时候 师娘王会在新年的时候就是极其的扩进 为什么师娘王会受到了德云社全体人员的喜爱 那就是因为确实考虑的太周到 连徒弟的女朋友都给红包 这样细心且大气的长辈 有谁会不尊敬呢 而要说起大辈的话 在德云社中有一个辈分最大的那就是谢金 但是谢金可谓是继承了德云社抠门的属性 在过年的时候一直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自己在舞台上面也是表达了出来大辈的无奈 我怕过年真的因为我们这帮孙子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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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这帮孙子找我拜年真的 我说就说呀大伙子能不得了 因为我比他大两半 我是他的爷爷 真的 这一到过年 你看大伙子能刷那抖音 刷着那谁 那个孙岳 对吧 他们给孙岳拜年 孙岳的人有钱 对吧 你们也喜欢 两大象挣得不成 就说这个 两大象没挣钱 没挣钱 没挣钱 就说孙岳人两千两千的给 说实在的 我二十我也给不过来 我孙子太多 知道吗 孙岳 其实虽然说谢金这么说 德云社内估计也很少有人会管他要红包 毕竟虽然说谢金的辈分大 但是确实名气和知名度也就是一般的演员 但是这个大辈每年在过年的时候都会成为被调侃的对象可谓真的是十分的欢乐 您还知道哪些德云社拜年的趣事吗 欢迎留言和老魏说一下 这里是老魏娱乐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